欢迎大家收看《查博士怪论》的预告 大家看到我们今天利用了新科技,那个画面就变了 博士软游,我们用最新的科技和博士一起做这个节目 在侯斯顿,在德州美国,现在我们这边时间就是晚上十点 OK,博士,你软游,那个行程有没有特别的东西可以跟大家讲一讲 这次我们的行程最重要就是我一帮学生四面八方来的 有些从丹麦都飞过来,我就想将自己生平所学的精华 交低一点点,没有人吸收得到就国安天命 因为有些东西,如果以前古老人不教,一代一代就没有了 因为个人都带着东西当保,加全秘笈,不教人,慢慢就没有了 因为世界其实很简单的,人搞得这么复杂,搞得连晚两餐吃都这么辛苦 就是人们不懂利用人本身的长处 人是万物之灵,那你万物之灵怎么会比那些动物更辛苦呢 是吧,动物睡觉到处都找到东西吃了 出入境又不用说拿Visa又不用吃了 搞得到现在周围去,左击击右击击,都没有了自由 所以我们人类要值得检讨的,不如动物都没有,狗咬狗骨哦 很少老虎打老虎的嘛,很少老虎吃老虎的嘛 现在人吃人的,我们人类这样,是不是有什么犯了一个大忌 或者犯了一个自己都不知道错的事呢?这个就是人类要值得思考的 现在你的情况看看会不会打这个世界大战啊? 打不了的,打不了的,大家都知道打上来呢 是真的做生命共同体了,抱着死了 那些人都吃生的嘛,那些有钱佬,还有那些有权势的人 对嘛,草原八糟会,这次打不成的 除非,一个不过意,有人乱想不按键呢,他自取滅亡的 谁先按键呢,谁先死呢?真的 他说你肥仔金按键,那你肥仔金就立刻可以地球消失了 你中国按键,你中国就自己四分五裂了 跟着俄罗斯进来就搞个皇俄共和国了 你俄罗斯按键呢,你俄罗斯按键呢,你那个沙皇帝国的忙 你俄罗斯挡到吗?不约,是不是?没有的,打不起的,大家计数嘛 但会,这个中东是有个隐藏性的部署在这里的 隐藏性的部署就说,在某种层面的人计数 如果这个毒楼不割掉的话,始终都永无灵溢的 所以变成是我们看到有一个迹象,是大家有默契要切掉这个毒楼的 因为你怎样沙地加拉巴以色列可以永久和平呢? 你不和平怎样做到那个印钩的走廊呢? 对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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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 各說各話 以色列就說哈馬斯那邊誤詐 他們自己的火箭發射錯誤 寫了自己那裡 又給了一些資料出來的 但是以色列說的話 在中東那邊似乎沒有什麼人相信了 繼續說是以色列的導彈射了下去平民那裡 但是美國方面就站在以色列那邊 各爭一辭 連西方的傳媒研究都不敢說實的 在節目裡面博士就說一說了 另外在伊朗方面 其中一個青恩寺就是扯黑旗 博士 扯黑旗代表什麼呢? 打勝戰啦 但是它有沒有什麼號召力呢? 你扯黑旗也沒用的 個個都有很多自己各自的盆算的嘛 說而已 到時候真的要你上陣很多人退台的嘛 等於說有些人信耶穌 如果耶穌現身 你們這麼信我 今晚沒人派十字架給你 你扔了上去吧 你扔了上去吧 沒人拯的 你說我還可以啦 你今晚上十字架 立刻上天堂天堂上去吧 你叫那些教會神父啊 你說我昨晚上帝報夢 你們今晚上十字架 釘在那裡 又看到他了 看哪裡我上了 沒人不肯的 神父都不肯的 教宗都不肯的 OK 是 我們節目裡面都要講講這個國際大勢啦 國際形勢啦 國際形勢方面就在北京有這個一帶一路第三次的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啦 十周年紀念嘛 是 十周年紀念很威風的 給點掌聲啦 證明我們中國人現在很威風 可以這麼多錢借出去 接著大部分不需要還的 大部分 多威風呀 威風我威士忌啦 我們國家 自己也不需要吃啦 幫那些窮兄弟 是不是很威風先 給點掌聲啦 是我們習先生 給米大才能做的 我跟你做不了的 是啊 博士你看那個場面真是萬邦來潮 是不是 不如國家先 尤其是一堆丐幫呀 凶牙利 別說你笑啦 凶牙利 你浪費了你 是 都好過沒有的 你做完大龍鳳 我們都成百億農民的嘛 又不懂得潛 嘩 很威風呀 那就算了 就是我們都要唱好中國 唱好香港 如果唱得好就好了 這樣安樂 是 你要等人家發個氣 我們最好吃花生 是 是 看戲 那與此同時呢 碧桂園那邊呢 就應該是那個美金的債呢 就應該可能違約的啦 這裏要講多一點點啦 因為會燒到香港啦 我不知道中國怎樣啦 但我們香港人呢 起碼要想一想香港 它是燒到香港迫避原來的事 那就打居往思泥啦 對不對 就是要講多一點點啦 怎樣避險呢 我們香港人 不是講它的問題 我們要怎樣面對它燒到來 你怎樣避險呢 對不對 嗯 另外呢 現在就很多人 有些什麼 施永青那些 呼籲政府減辣 與此同時就傳說有些財務公司 現在在叫那些公樓的人士呢 就叫那些公樓的 博士有沒有解救的方法呢 有的 有的 在節目裡說 它叫不了的嘛 叫不了的 就只有我叫字咯 是 只有我叫字咯 嗯 那個比較深奧些的 但是就拖很久的了 拖很久的 是 那另外呢 就這個威馬汽車廠的老闆呢 就傳說它著了草喔 你有沒有聽到這件消息呀 在網上看到 嗯 但是應該呀 它都走得動又好運啦 嗯 嗯 它就固存大局啦 是吧 走過去就不用給口供咯 剛剛最好了 是 它好呀 這些固存大局呀 要不然燒煙花都燒了出去呀 到處都沒空 另外呢 就有本書呢 博士就可能啊 都有在網上 現在人知道人家提起的 就是這本書《崇禎傳》啊 就是一位教授 陳同教授已經過世了 你出了這本書呢 現在就說這本書要下架喔 那另外一本書呢 其實都是這本書的另外一個版本來的 就是《勤政的亡國軍》 崇禎 那現在就傳說有人對付入座 覺得是在講自己 於是乎這本書下架 有沒有聽過這個消息呀 有聽到 說薩先生呢 就走去生華書店 就看到你這本書在那裡 那就發爛邪 就嚇到那些人就過下架 那些人做多了而已 其實薩先生不是發你爛邪 如果發你爛邪呢 就因為我們也記得啦 在德國 去批判那些人做事的能力呢 世界上 如果又蠢又勤力那些是最大的 那薩先生是不是那些又蠢又勤力的人呢 你就 問一下他們那些幹部就知道了 嗯 他又沒有資格做崇禎嘛 嗯 薩先生沒有資格做崇禎啊 真的 我都不讓他忙啦 對不對 你忙黨幫我幹事啊 你國家怎麼忙啊 是吧 他就叫他大陸 叫他忙黨不忙國的嘛 你忙黨不關我的事的 是吧 這叫做崇禮 說多一點啦 好 想一下 想一下 不用心理他 是 最後一件事就是現在美國呢 就在那個一帶一路的這個峰會的同一天呢 就放了消息出來就會提供這個長城導彈給烏克蘭 那與此同時呢 就是美國是不是跟這個越南和蒙古方面 就加強那個合作的呢 加強了很久了 剛剛最近這兩個星期之前 是很強項的 因為他趁俄斯病 拿掉他的命啊 嗯 是吧 他現在知道你俄斯要找肥仔今次的工具就是武力啦 武力他就給長城導彈咯 你再懶惰我便嚇到你這樣解咯 是吧 你知道你武力嗎 人家的數據都算了你 看了你的牌的 是不是呢 這個是我們一組預算了有的啦 不出聲的嘛 其實擺在這裡可以告訴你 他在長城導彈 不是現在比 看他竟然宣佈而已 是不是呢 嗯 嗯 留下節目講多一點點可以 好 那我們這麼精彩的來講 我們當然還有這個佛學 就是博士會講佛學啦 大家記住收看這個《查博士怪論》的第四十三集 歡迎大家收看《查博士怪論》的第四十三集 那這一集我們就利用了這個最新的科技 博士就遠游 不要說新科技啦 有人在笑啊 喂 十幾年前都在用啊 你還說新科技 沒人說這句話 有人在笑 十幾年前都在用啊 是 不要再說 那博士 你講一講 你遠游了 你的海外工作現在是做什麼 做福人類啊 不是做福人類 因為在世界上呢 可以用私人的名義搞一個私人花園 有幾百萬呎 不是賺錢的 搞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呢 你買一個地盤 是人都給得起啦 那買完地盤搞一個花園 搞什麼花園先 吸引到人先 這個才是關鍵嘛 對不對 那我就會將很古老的東西呢 就當時興 但現在世界需要的 人類真的要回歸大自然咯 即是立即和大自然聊天 如果有人抱著樹可以聊天 那個厲害了 是吧 我們今天有些片拍了 一直到地盤那裡的雲很漂亮的 很少見到雲水那麼漂亮 所以我相信德州將來都有第二次的騰飛 有個人不只發現有時候有這麼簡單 即是我個人的 是吧 我個人的看法 因為都有點靈感給我 這次過來 因為最湊巧就是剛剛迪士尼一百周年紀念我下去嘛 我事前我訂機票不知道是一百周年紀念嘛 我起程過人知道嗎 那剛剛迪士尼呢 以前他們的副總裁都多謝過我一些工作的嘛 我貼了出去的 待會兒我保登給大家貼出去 嗯 即是挺深厚的 因為當年香港的那個迪士尼地盤呢 是個清新寫信給美國政府通知他們呢 那個地盤那個地基呢 是給中國海外建築做的 當年有段這樣的往事在這裡的 嗯 現在迪士尼落完香港 我親身簽名給美國政府 喂 我們叫迪士尼老闆那個工程給中國海外做啦 是不是 我將來都快要回歸啦 那就大家多些友情啦 那我這次再來美國 又要接受我們習近平主席 他最近夫妮的嘛 應該要跟美國做朋友嘛 那我就又盡一點點力咯 因為成功二位弟子啦 是不是 那將來我們有些翻譯有什麼玩呢 慢慢通知大家咯 嗯 其實很感恩的 因為我在美國呢 很多美國的同學啊 那些朋友啊 很願意支持我工作的 如果沒有他們呢 又成不了事的 這個都是講一個好的緣份啦 喂 現在輪到你了 有什麼新聞 那 博士還沒說什麼之前呢 如果你在那邊呢 這個花園有拍的照片 拍的片可不可以傳過來給我們的觀眾看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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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那個節目的後面那裡給大家看看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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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自己的世界大事方面呢 就可以說啊 現在就非常非常的亂了 那在中東那邊大家知道了 那個情況呢 就緊張 那但是呢 就跟預期有一點點落差 就因為 現在都沒有全面打進去加沙那邊的 那但是呢 就有一個事情呢 就引起很大的爭議了 就是加沙方面 那個醫院呢 那間醫院呢 就爆炸了 那死傷呢 就說都成幾百人的 甚至裡面都有小孩子 有嬰兒 那但是現在的國家 邪以色列方面呢 就是說 就是哈馬斯方面呢 就是誤炸 那引述方面呢 就給了那個錄音出來 就說你哈馬斯的人呢 自己說自己炸錯了 那也都有傳說呢 就那個火箭方面呢 那製造那裡呢 就是出了問題的 所以就造成這個錯誤 那但是呢 中東的國家呢 大部分都不相信以色列這個 就是軍方的這個說法 就繼續說是以色列的不人道 那西方的傳媒呢 在這個問題上呢 現在帶了太后面那個螢幕都說到了 知不知道不知道 仍然在這個不確定的情況之下 那博士 我們去到這個處境了 那我們有什麼可以確定得到 或者我們作為國外人 有什麼應該可以說到呢 我私人確定 無論他炸與不炸 在醫院那班人 走開袈裟都會死的 在那裡插勢喉 封氣 你想不想你搬走的就搬到死咯 對嗎 台長 你用我的common sense看 你說是不是炸不炸都夠鐘呢 是 那一班人 現在還給這些神圈佬啊 為了那些意識形態分歧啊 那麽糟糕 搬幾千人 搬那塊石牆啊 我就覺得是很狠狠狠的 你幫人狠狠 害了全球的人來陪葬嘛 那一個福生牆行不行啊 我就不肯信上帝在那幅牆那裡 你叫那些宗教家來跟我說啊 浪費氣的 人類是失去的嘛 那些死物是死的嘛 人類可以創造歷史的嘛 那些歷史的痕跡過去了就扔下了 是不是 退後三尺又何妨呢 萬里長城以今在不見當年蟲子王 你看到現在這個世界有色知識 認為哲學家認為政治家 能夠扔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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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人清醒的 說得對嗎台長 那就搞了些人枉死了 你要扔下上帝的事情 你要和他們講 這些是上帝自有旨意的 不是我說的 那些神父都是這樣說的 有什麽事呢 上帝自有旨意 你这句说话最好用的 我个人见解 上帝自有旨意 你们安心接受我命运了 收工 不用再说 再补充就是袈裟方面断水断粮断电 但是不知道可以熬到多久了 另一方面 同时伊朗方面有个清真寺就说扯起黑旗 博士扯起黑旗的意思是为什么呢? 你问他就会识解 你想说打胜战 现在世界很现实 你说打就打 哪里去? 为什么那些恐怖分子自由战士 你们世界叫人 在伊斯兰世界的自由战士很偉大的 为我们的教主牺牲的 保水不肯行的 那些人不肯入油不肯行的 都是一辆车的 在某个国家我知道的 资讯 要给两匹美金的 大佬 先给一匹 接着你都在受训 纯纯回来 你就蹲在这里等命令 所以叫你起程 给你埋葡萄 跟着风光大壮 封你光明加索 搬上神台 接着有七十几个柱女在天堂里跟着你去 所以你出入 坐飞机 坐火车 地下跌 见到那些包头佬 周身香水 你不要跟着他上 我告诉你 他喷着香水 见那些美女人都会瘋 很搞笑 你当搞笑就算了 这些东西 没人去的 台长 等于你叫教宗神父 上帝现在叫你上去钉十字架 钉完一包你见到我 看没人去的 没有的 只是说的 等于你不能租共产党为人民服务 你信不信了 现在我们香港那群食塞米 九十个议员不够 他说就是香港人民服务 你信不信了 你少个奔 杂马 现在你说减这些 现在香港环境不好 大家减升一半 你们的议员看哪个儿子 浪费气 但是我们可以为人民币服务 不是为人民服务的 是吧 国有因果了 这个另类了 是不是 这些又是上帝的事 上帝自有旨意 现在最好是潮流 你说上帝自有旨意 他是好用的 共产党不会得罪人 是吧 是他们的根据来的嘛 一对问题解决不了 就上帝上有旨意 关人差事 四个大致 但是现在美国方面就怕这种情况 希望中东的冲突恶化就影响到其他世界地方 会有这个恐怖主义活动 那你那边在美国你会不会有这种戒避啊 你信不信美国佬真的会害怕呢 你信不信呢 你那时联人都会害怕啊 他会吓你而已 控银制了嘛 人家怎么会害怕啊 是你害怕而已 多安心啊 你不要让那些联人不吹水啊 真的 美国佬怎么会害怕啊 人强马撞 武器又够 随时准备打三场战的 现在美国佬 同一时间啊 是吧 中东和乌 跟着南海或者东海一起开球 你这边烂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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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拜登也不会这么勇气飞过去乌烂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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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就飞下越色列,那又怎样呢?对不对?他们很厉害的,计划你掃的 就是是行动派来的,美国去到某个环境 是他们历史上,你知道美国怎样立国的嘛,西班牙佬说多两声就打你了 打过的,他们不留守的,就是他够钟时间装完你弹弓,就是珍珠岛 就是珍珠岛一样,明明知道你夹仔来的嘛,装你弹弓的嘛,对不对 是,所以大家看历史政治,不是这么粗糙看表面的 他们全部准备了的嘛,因为大数据都数你牌 到你中俄、伊朗、朝鲜、金仔一起联手,都做乞业,我就告诉你 嗯,不是吓你,英国佬没出声的,你知道吗? 是 英国佬说很少东西,知道吗? 嗯,但台底的东西不要说了,因为这些就比较害人听闻了,是不是? 我希望你俄罗斯,中国,金仔不要动,你一动,你就睡醒了,就怎样加熟资礼,不是吓你 嗯,那博士,这段东西呢,现在这个局面呢,会不会背后其实有个大阴谋,或者一个大的旗局,一个布局在后面呢? 你开讲到有就行,讲有就好看些了,你讲没有的,那些又有另外一个讲法的嘛 嗯,你可以写故事的,好像我们讲败量,就当没有小说,当科幻小说,换成这样说了,对吧? 你等现在这个真是断股,没有辛苦的嘛,现在这个世界是,对不对? 如果以色列真的拼命的,就不会拖拖到今天了,早个礼拜就拖了去了,对不对? 嗯,就是我们的立场看,以色列哪里会讲到现在还拖拖拖拖拖呢? 就是还给你们走的,就是希望将那个敌对的人呢,大家拿到别人的认可 这个毒楼呢,我们要拖了去的,有一个毒楼在这里,这个事实来的 嗯,有一个毒楼在这里,就是说近这二十年,我世界这么混乱呢,是地球形成了一些毒楼在这里 因为这些毒楼呢,也都是有些左交大户的人支持嘛 那国有盘算的利益,大家自己想啦,是不是?另一个问题啦 好,那当然我们要讲讲这个一带一路啦,应该是昨天啦,前天 就一带一路的第三次国际合作高峰会议,因为一带一路的十周年 那大家看过长期的相当之虚陷的,就应该是曼邦来潮啦 欧洲方面匈牙利和这个塞尔维亚去,但是其他的欧洲都没有人去的啦 那非洲啊,亚洲啊,印尼啊,南美啊,那些都有去的啊,那些领导人啊 那最紧的就是普京去了,那去了之后呢,就应该和习近平主席呢 有一个三个小时的秘密见面,但是说什么呢,现在就不知道 所以说博士,万邦来潮,那我们中国,如果是身为中国人 是不是应该非常之骄傲啊? 骄傲,那现在你可以,可以无端端,普京大哥就和你习近平起平坐嘛 那我们中国人很威的嘛,以前如果有普京和习近平,那当然是普京先啦 一旦反过来,世界轮流转嘛,但你没想一下呢,那个代价很大啊 是不是?如果经济上来说呢,叫做毛泽东老婆啊,无人吵啊 你怎么吵不过啊,浪过这么多钱,万九月几亿美金 要不搏我们普京小京子一小,你怎么搞错啊?大佬,我就不忍制了,这盆是生意来的嘛 那当然我们伟大领导人,他要搞百年巨变,要发过中国春秋大梦 那你就有狗去搞咯,是不是?你都不等到我们说搞完不搞的,是不是? 那这个世界是,现在是进入了些叫什么呢?在我们佛学有一句说话很乖的,我祖师 摩强法药多远多海嘛,是不是? 为什么过两个水鬼星城望,坐上那个位,得不配位 有如今的报应,是中国人民的抉择来的,是你九千万个党员抉择来的 香港搞到今时今日,你香港人的抉择来的,哪个选我立法会上的,哪个选我特首上的人 对不对?那你搞出来的嘛,那就认命咯 既然认命了,你就给点掌声咯,你的掌声就是说 别人变了跟那些旺狗人冲突,他旺狗,你陪他旺狗?那你喜欢陪他旺狗,估几日奖就算了 如果那些传媒,香港传媒估一奖多的,还有粒糖送给你吃的嘛,很方便 只不过我们有两个先,就不需要吃人的粒糖,是吧? 嗯,但是有两个问题都需要想一想的,其一就是习主席见普京要秘密会谈 那里面谈些什么呢?第二样东西就是... 你想想谈些什么呢?我告诉你听啊,我告诉你听啊 喂,联子,你什么傢伙啊,你来搬来,你来想想到猛灭的人仔,现在人仔是贬值 那算怎么样呢?那讲这些嘛,这些我昨晚报梦的啊 怎么报梦有人告诉我,你来说这个啊?你当怪伦,你信不信是你的事? 你那些俄佬最喜欢计数的,我现在收拾了一堆塞财,买不到东西,那算什么样子 工具又不肯到,美国佬说放长程导弹,东方又不肯问过来,那怎么挡 说这些啊,我昨晚啊,上帝报梦给我听,说他两个人说这些,你信不信不信就算数 那印度那边都吵了,这些是一道笑话来说最好,他有什么要说 印度那边都吵了,我和你买石油,你找人民币和人民币炒素 那边都吵了,那边都吵了,好笑啊,现在世界是不是说笑啊 现在火烧西迁美的嘛,他们中国搞得到,那你有什么要说的 你看着他们,习先生说什么呢,就说人仔咯 他说整个人仔屌,你那不算怎样呢 有两个报纸哦,那报纸可以包东西的 你那些人仔,那些钱是多多细菌啊,那些钱是多多细菌啊 你那些最乱惨的那些钱,每个都斗过的嘛 嗯 我呢,台长,是吧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现在万邦内潮了 那些人是去问中国赌税啊,还是还钱呢 不是还钱,是会答应了很多项目呢,那个都没钱到 那东西就签了啦,那些工程都放在那里,在那弯了水 那怎样先,他不去呢,民主国家都有压力的嘛 他一来那些国家假的都是假民主的嘛,对不对 他去的就什么都好,咬得多少就得多少啦,是不是呢 都起码我做了工作有个交代啦,是不是呢 做了几个好笑的,你这件事 我也不知道中国政府怎样瞒美你这件事 我就在俄宿的资讯,我的兄弟国家 过来我追溯,那些工程延迟,延迟一带一路 那现在你说十周年纪念,都算很邪的喔 你那十周年纪念是一年前定了的嘛 在今天,昨天庆祝,对不对啊台长 嗯,突然间整支中东战火出来的 就是难门打你一脚的嘛,你是多邪啊 就是说你没运啊,搞了一东西都死了,对不对啊台长 嗯,搞了一脚的时机是不是啊 嗯,都搞了一脚的日子,如果他在九月搞就好了 这个一带一路十周年,是不是啊 嗯,他不搞了,搞了十月 在你搞之前整招中东战火,路调了什么 路又倒了,大日被人剪断了 现在怎么搞啊,说什么好啊 所以习先生一出来说话,我都扶了他 嗯,我就不知道说什么好,如果我面对这局面也 所以你不要扶不扶习近平啊 嗯,他真的扶了一斚的,这样的环境还可以有东西说的 嗯,对不对啊 那现在你说中东这个局势对一带一路有什么影响呢 你叫自己估有什么影响呢,断了那些路 大日被人斜断,有什么影响呢,你说 自己想啦,这么聪明 只黑杀黑都反肚啊,对俄罗斯你知不知道 嗯 黑杀黑你知不知他的东西先总统 中南国在埋着欧美河啊,现在 嗯 路,无什么路 群带路都没有啊,你在这儿浪费了 真的 你不要发梦吃好菜,叫他们 嗯,对不对 嗯 大家在那儿斗吹水,你下面那些这样的中央的常委政治局 你要提个老板醒一点点啦 现在要得罗权的 就是你是国家经济和公司经济 是一幅生意来的,细息不对你就要止血的了 没人得不止血的 喂,什么铜银输一半啦,一百家来这一只台赌钱 你有没有你死策,你找什么策啊 那两个国家出来追溯啊,现在知不知道 嗯 你什么时候钱到先,你弄了这么多合同 是吧,支持什么支持,是不是 那当然有人要自己骗自己,你阻止他不能赌的 是吧 那你没人扶的哦,那这些就是上帝旨意咯 这个也是,因为罪人好用的,台长御后 你对那些人讲政治,什么都说上帝旨意咯 那就四个大致的了,关人懇事 是 第一个问题啊 神志有安排啊,好了 那在这个一带一路的开幕式的同一天呢 美国放出一个消息 就是他们是会向这个乌克兰提供一个长程的导弹 那这个问题呢,其实牵连很大 因为俄罗斯已经出了声的了,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动作 这个意味是什么呢,就是乌克兰如果他真的用起来 是打到俄罗斯的本土,那这个意味就是 为什么那个时机要在一带一路开幕那一天前后 去发布这个消息呢,与此同时呢,美国和蒙古和越南方面呢 是不是应该加强着那个合作去围堵中国呢 是啊,正在说的了,他不要说是围攻啦 他有一个战略上的震慑作用的 其实呢,就不是提供的了,放在那里的 那些车导弹呢,就不能够波兰快啦,是不是 你买波兰几多长元导弹,你想想俄罗斯洒兰气的 是不是,你早就放在那里,你不能说声,在乌克兰 是不是,他拿过来说他,过两个,一早就有在那里的 说明,就在那个世界的形势里呢 就是表一表的态度,我随时可以开波的陪你 就是说他可以开三个战场,现在美国,这个信号走 其实是摆在那里的 不会说能够帮些东西去的嘛,没那么恶够的,对不对 你说台湾有没有长程导弹啊,日本有没有啊,韩国有没有啊 是不是,周围有了啦,他由美国讲呢,就是加强了我们不肯射你的 立刻开波的,是不是 因为他怕你有些盲目不肯知嘛,还以为博大帽嘛 即是连你不肯博大帽了,我总的应付你三个战场 现在美国,即是我收的资讯啊,是容易了的,为什么它会容易了呢 因为那个俄乌战争拖过这么久呢,俄乌的底牌呢 被欧美国家看到,中国的底牌呢,也都被欧美国家看到 如果你有料的,你不用找个朝鲜金仔出来,做猴子戏啦,对不对 就是说呢,你潜路机构的现在,你的意义乱没出声,就是承认核心国 你这么个粉丝,粉丝在中俄,那俄罗斯在一个礼拜前公开讲 我们不会和这个中国朝鲜是冷战的盟友来的嘛,不做的嘛 刚刚说台长,你有没有记得?刚刚说的,我声明俄罗斯 你不用指意我和你做冷战的盟友,和你中国,知道吗 因为俄罗斯那盆棋很惡足,它随时摆尾的 它捉了国际棋,一走到底线就变身的,知道吗?台长 是吧?它最好你又变身,打完呢,我想到俄罗斯就乘机踩进来了 诶,行了,我们分了,我就和俄共和国了,长江与北 长江与南,你们美国佬都变身了,不是说笑 是啊,不是说笑,历史上真的是这样 那么俄罗斯,当年他是进来,诺茹子弹托平中共的嘛 是美国党一直不让他动的嘛,记不记得?黑鲁夫 哎,这个有讲的,当时奥利茲夫想对中国的分子那个 手术式切割 是啊,现在你讲这些废话来的嘛,中国班人,他不想看历史的 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死为镜,可以知轻衰的 那么我不想看的,你怎么想猜的? 为什么我自己中国人,我最怕俄罗斯的 他睡着醒觉可以抵出的嘛,不是说笑啊,俄罗 他当年蒙古金将学国统治他,他做了急拐,他可以将皇位传给蒙古人 认他做契仔,认那个人做契爷,传给蒙古人 做了两年,由他委任他,坐上去,借了蒙古人的势力 先挡住的嘛,先做那个和王帝国的嘛,你记得那年历史啊 是 金将和王帝国那时啊,俄罗斯有很多机会啊,计息不对摆尾的 你共产党,你这一代的共产党,我含着,然后你左艇,你说我说的 我们不得罪俄罗斯,但是保持一个安全距离的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他分享新闻玩另一套的抵出的嘛,很难搞的 但是为什么蒙古和越南会落了美国那边呢? 因为传统上这些是比较亲共的嘛,共产党来的嘛 喂,怎么呢,大佬,现在有亲钱啊,哪有亲的啊,政治很容易实的嘛 嗯,是不是,那你两个人窮鬼屌,你是不是打着没钱 你是不是中国没钱,俄乌战争打着俄罗斯也没钱,我亲你脱胖 你看美国佬那么多水啊,帮人捉水啊,大佬,你亲谁啊,对不对 没有的,政治很容易实的,全世界的国际政治只有利益的 没有朋友的,也没有敌人的,只有利益 对不对,一世事不得越南都跟美国做清英道弟的嘛,已人世仇的 日本也是啦,共产党是仇口,对不对 他现在都可以做了美国的马仔的,政治没有的,没有理由讲的 只有利益的而已,对不对 那你美国投资这么多战,跟蒙古开发啊 又跟你做个战略地位在这里啊,我不亲他亲谁啊,是不是 难道又亲你中共,怎么拉人仔回来,马上就来香港唱唱啊 人都会瘋了,是不是 我拿一托美金站好用,台长,对不对 你说你亲美金就亲人仔啊,这次今天 他说美金好点的,美金啊 7岁的小孩都会认识啦,是吧,这些很正常的,政治很现实的 所以我见中国领导人,整天帮人称称道弟,那些按钩仔来的嘛 我们铁钢兄弟啊,浪费气,政治家不讲这些东西 一讲这些东西被人笑的,你为什么杰先生你不要给那些麻木点你啦 整天一位生命共同体,哪个跟你共同体啊,你一厢情愿而已 哪个跟你共同体啊,你还没能睡醒就睡一下吧,习近平 是吧,你一个人都没用的嘛,世界一睡醒就睡了,越南就反套了 俄诗是反套了,南红也反套了,朝鲜金仔不认识自己反套 如果当时林庄,朝鲜金仔也反套了,你信不信啊 是啊,大家已经拍肩头了,大家已经开始 你这些人都说了,西瓜就靠大便了,没来意气可说就吵了 在国际政治没有的,在国家利益 希望我们中央领导人醒一点点啦,水镇不适合 但是博士,如果你看一幅地图,如果越南、蒙古加上南韩、日本 哇,印度,菲律宾,你只有缅甸跟你接让是跟你朋友的,基本上没有朋友了 现在就是,柬埔寨也反套了,老沃都反套了,尼帕尔都反套了 但是没用的嘛,政治很现实的 但是你现在的中央领导陈呢,是可以说一句是我们中国人的悲剧来的 就是可以按钩,但是我个人本身呢,不相信会这么按钩的 按钩到笨择加个酷,知不知道 你叫做领打个炮,底吊,你帮人,你说我国贸人说的 对现在中央领导陈,个人个人觉得抵掉 你两个人在发八日梦,还在发梦 你看到中国人支持你共产党存在,统治中国 你站得稳稳稳稳稳,就不要吊你了,歪零歪斜 哪个人说不支持你共产党统治呢,你可以做一场好戏嘛 作为政治家,你一不真实呢,输得很紧的,我告诉你 我的人生经验在世界做这么多国际工作 唯一最能强顾的武器,你就对你的民国,对你的人民一定要真实 一样要官邓小平说话出来说,实事求是,解放思想 这两句说话是救党救国的金具,没得推翻的 你都不肯实事求是,怎么会成功呢 你告诉你,你凭什么会成功呢,货不对版 你怎么走到实验室,左脚又搞,硬硬逼一部东西出来 都不知半个大挪大鼓,你做不到的嘛 实验室做的东西,狼狼都闯的嘛,刚好台长 你能不能骗中国人做什么呢,我们中国人不需要虚荣的 实事求是嘛,我最能反对的,这一代的中央领导人 我能不能实事求是,那国家就完结了 百多年香港没人搞独立的,给英国统治那时候搞独立 最顺利成章,台长对不对 我们不喜欢给外国人统治搞独立是不是一呼百应 都没人搞,你回归后,说傻瓜弄我这样的傻瓜六八九这只急拐 他老母,是吧,担心着不太乱,神龙茶没人看的杂志 香港人搞独立,穿了谋埋张晓明这个不太乱 那害死了香港嘛,跟着你弄一些策和上场 你怎么中国搞动态清零帮你什么事嘛 有肺炎在家里叫他们在房间关闭门,戴口罩吃药 没人出房门口咯,在家旁边咯,你拿帽子拆鞋 跟着中国搞,那便摸摸了街咯 是不是,现在真是清零了,一路爆祸了 爆祸了,这叫自作业,真是要死的,不是说笑的,我最不忍信的 一早教派人家产怎么医的嘛,他都不忍信的 我这些学生都没打针的,台长,到现在没人打针 这些现在是一个国运很优秘咯,你难道搞个大龙凤 一带一路十周年,无端端弄这些中东风文出来 就和你难门打你一脚,那就按钩钩出来献臭咯 那些记者问你,杰先生现在中东这样的局面 你带那条路在哪里,你站在那里,有没有人问啊,台长 有,那些记者问了你,有没有登出来啊 有没有我这样问先,你问得清楚,你怎么无零两可 你说现在这样的局面,对你那条路没有影响先,影响到什么程度 看会怎样大不了,说是多人的,这些废话来的 这帮人做记者做得罢狗狗,你不敢说话就做记者了 对不对,对不对? 没有做记者的道德底线,对不对? 你不敢说,真实新闻不想,不敢说,你一天走文媒大功做就行 你不敢在那里做记者,你那国际记者传门,你回去做什么? 你要说真实的,真是很惨的,我们作为普通常识 你什么叫做新闻工作者,说什么? 你什么叫做天空小说?写你我? 你是不是浪费气? 第二个问题啦,说的那些火都来的 是,那博士,你那些东西了,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第二节 第二节有更加精彩的内容,大家一起分享 OK 我们回来查博士挂量的第二节啦,这一节我们首先要讲讲就是最后一本书 我们一遇过也有提过了,有两个版本的,一个叫崇征传 另外一个就是勤政的亡国军崇征,那两本书是同一个作者来的,就是陈彤教授 但是已经过了新的,今年,那出版社就是文汇出版社 这个比较,大家都要留意一下,是文汇出版社 那博士,这个书呢,现在就下架,那是因为传说就是有人对号入了 那但是问题就是,说去到亡国那么大件事,应该就 就不会是在说现在嘛,那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有些人心怯,你阻止不了他,有些人心虚,那你怎么可以阻止呢? 但是我们可以公道点讲一句啦,习近平今时今日没资格忙到我们中国 中国共产党一帮老前辈私人的革命家,耍头颅,耍头颅,耍耳血,成哪个新中国 那个党是他习家的吗?共产党是这一代的共产党员的吗? 刚刚台长,你有资格忙到那个党吗? 那个初心的精神不变嘛,中国共产党还有很多人,据我所知 我初心很强的,我自己回去自己国家做了几十年工作 我所见的党员幹部,十个着了八个都好的 那当然了,你九千万多个党员,你弄一成都很麻烦的嘛,九百多万 那现在都捉三百多万而已嘛,他没捉捉够一成,你怎么可以 他习近平代表整个党吗?是不是?那个党的兄弟,起落,他有资格吗?他千秋万世吗? 他未必够我长命,我年多大过他,斗长命,对不对?是不是? 怎么有人派两条女儿看哪个气都快了?怎么撕死他啊?他跟我斗啊,浪了气 很强的嘛,不得罪你,习先生,怎么有人派两条女儿,你怎么打针分看哪个我输了? 你怎么浪了气,你不要碰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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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他 你就是以为,碰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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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是中国人民的,是中国人支持共产党有今时今日存在 我们支持他一百年,一党专政,因为我们中国的国情跟人不相同 所以是一个很庞大的组织,才可以带领中国人前进的嘛 如果没有,这个党丢了四分五列的国家,对不对?你们这么多同志幹部 我虽然不能看得起你们的工作态度,或者你们那个思维弄错了 马列宁的三毒要清洗的,你共产党千秋万世了,我给你一个方法 包你一楼永入,不用担心民主这么恐怖,民主是工具来的嘛 我利用民主的招牌,那个工具呢,才可以打掉防疫针嘛 有人反对,我知道那些东西会出事了,我无论会犯错了,对不对? 你无论这个民主招牌的工具呢,你怎么个人罚错了 几百万人贪污,你怎么就有漏洞了 有药,你不肯医嘛,常常怕民主 你想想自己一把口说民主,大家看看历史 现在你那些香港振奋世界的阻碍大家说民主 他够带共产党说得好吗?在战前说,刚刚才才长 你看过历史的嘛,是不是? 是不是共产党国民主讲得最精彩呢?你没看过? 有,四九年那时 那些新华日报,都很浪费 批评这个国民党的时候,国民主很厉害的啊,我们 批评国民党的时候 是不是很厉害呢?是不是? 你们不要批评,他真是可以批评国民党国民党 共产党不是那么疑亡,我现在中国人支持的嘛 我们支持你共产党啊,大哥 为什么?我是根正苗红的 没有共产党那几年的书给我读 没有今天郭某人在世界里吹嘴啊啊啊啊啊,对不对? 历史掌控天南地利,天南地不,是不是? 你哪一个敢跟我说呢?浪费气 我和你开了四十三集啊,台长 有没有急着说说什么呢? 没有,没有的嘛 问到就立刻回答的嘛 这么多东西都算了,是吧?浪费气 中国很容易,他现在做三件事而已 第一件,中台签章和约五十年不变 九二共识,是这样先,停了,没人动 台湾问题下一代解决,继续用回 邓小平啊,那些领导人的说话,这些留下一代解决 那就没人了事了 九段线,最简单,我们实事求是 你说将图出来搞到十段线 人家对方说将图出来十五段线,即是不肯到尾了 那你批定他,没人搞了 我们恐夫子,最早的,己所不欲,目撕人 转转转转,你画图出来十五段线,那你们收不收货呢? 你也不肯收货,你就弄了十段线,你要想到的人收货 就围绕了天理人情 这些都多了 现在整个国家是自己捉蟲 不是说两个字 共产党叫捉蟲 无事搞事 无论的就说香港有人搞独立 无论的就搞信中条例 那就搞死了 是不是 无论的出来就是扮战狼 就算你中国是全球霸智 你更加要谦卑 你习先生在中南海几千个保镖 几千万个华调啊 大佬 你真是扮战狼欺几人 华调就被人托 我刚刚台长 你身为中央领导陈 你没想过你那些乔包的汪泉 我现在去欧洲美国国家 我自己有朋友跟我反映 他们不敢敢认自己是中国人啊 大佬 左邮由邮到说愚男仔 伤到说日本仔啊 臉你有多惨 你中央情报做到有没有收到你的情报 你能否整个民众 膝囚乔斯在这边 在草原巴巴,茶芝末粉 现在是什么 你中国卫交部的情报部怎么收情报啊 很多中国同胞乔包要扮日本仔,不扮泰国仔,扮越南仔,都不能认自己是中国人 就是你共产党的战狼搞出来,扮生亚,不是说得罪,我认同你习近平有资格 你几多岁的命啊,那党是你的,那党是你这一代的中央政治部委员 多乱如的,没有的,中国不会忘的 另外有一个说法,传说来的,看看博士的意见 就是千一前《南方日报》做了一个纪念习近平主席的父亲习仲勋的一个文章 在网上传说,习近平寡主席看到之后 为什么用我爸爸,用我爸爸去骗我 原因就是因为习仲分当年在广东省呢 就做很多这些改革开放的工作啦 阿博士怎么看这个传言呢? 很简单而已,你这些幹部不懂做而已 是不是真的这么说过,什么时候说 哪个人说,第一要确定 因为一个国家社会呢 很多的异打鹿呢,造谣撞骗的 很多的拆柱上的鞋的,对不对 你找到,喂,习先生,你有没有这么说过 拿个抗讯先 拿了就好了,既然你这么说 喂,麻烦你整份东西来,怎样写你爸爸啦 那就搞定了啦 对不对,台长 你现在那些《南方日报》的记者组片就没有水平啦 或者人家假存姓子呢 怕习近平不想死呢 他很多仇家的嘛 是不是呀 怎么仇家一拉三百多万人啊 翻查二十年啊 你怎么做不多仇家 你怕仇家就没有坐那个位 坐那个位一定有人反对你的啦 就算你什么极权国家都没有人反对你的 没人得害怕的 那那些《南方日报》的老总就是枉构啦 一定你要澄清 什么时候说,哪个说 好了,如果没有人回覆的话呢 你直接带公文上去 喂,我这样写,有人这样说 现在你中国就不透明度高嘛 透明度高什么的事都没有啊 是不是你的意思呢 是的,麻烦你习先生 你给一份草稿来了 你认为你老爸怎么写 麻烦你自己写啊 你不要睡在那里头疼啊 我说,对不对啊 反过头啊 是不是 你写我就照灯咯 被人笑就笑咯你了嘛 瓜人乱事啊 是不是呢 多好做啊 你乱了都不乱会做事的嘛 嗯 好,第二个问题 好了,这个很重要的,博士要讲长一点点了 碧桂圆 现在的外债,美金债 很可能是default 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个昨天的事来啦 可能今天是岁生的发展,就是违约 但是就算不是啊 这个碧桂圆的债务现在是怎么搞的呢 没得搞的,一早收到的资讯呢 在中国陆续有些大小地产公司在那里爆锅的 容创就爆了啦 对不对 他爆了锅,没什么所谓的 这些不跟香港人的事 我们讲香港人 中国问题呢,有中国政府自己处理 但是双共产党是有能力处理的 因为为什么呢 他一拍板一声令下 秩赞追债 斑期付款的,延长五十年 很快还要的,我们讲香港人了 间间他来到这现场的环境呢 他美金定期也五来几 它站到六来几的 那你省很多息口,还希望人仔会跌的,那你财息兼收 这个是最好的方法,转借人民币还钱 我一早教你兄弟,有个公司听我说每个月省很多息口,省三几千万息口一个月 只是人仔,现在人仔还跌了,他被财息兼收,是死数来的 但是逼的,是正常的,这些是自己发过沓,明知是沓大家都看得到的照沓 沓有水崩出来,就分了水,这个看到国家在财经的处理是有漏洞的 那这些漏洞谁搞出来,是梁振英教他们炒楼圈地的嘛 还有团地帮个人家,是不是啊,这些是罪魁祸首来的 难道共产党屌你都不懂得搞财技啊,搞圈地啊,是吧 怎样教他们在香港找些人头回去认买楼啊,买楼的就买了 买了楼的就买了,招着这一盒同日银行再借多一层钱的嘛 是不是啊,这些是大家公开秘密来的 那如果你中央政府,你炸不肯知,继续炸白猫 那就抵死咯,拿来辛苦咯,对不对 但是共产党有方法的,他为什么呢,极权国家呢 一刀刺,没人动,不准追债 等现在公务员没钱出,没人责任的 你没几个人见公务员上街,没人出声 在中国特色社会嘛,不能出钱,没人敢投诉的 所以大家明白国家的国情,对不对 没人抗议啊,共产党减一半工就没人抗议 半年不准备就没人抗议,多好啊,多捱得啊 我们的党员降部,对不对 要认识国情,不要这么轻易给你干扰,他们有他的特色的 当然啦,中国当然是辛苦啦,那些辛苦是自己拿来的嘛 你真是冲大头鬼,但归根结底,如果迫币元的债务 涉及香港的银行,涉及香港的结构的话呢 香港政府呢,杂无旁财,财政司这帮家产 喂,他上市公司啊,就是说你的年报不能真实啦台长 你以为你抗议打是做什么呢,没人去贺财的 那你银行没人看他那些数据,放款给他国内的地产商吗 嗯 有没有人吃完补蜡烛,拿出来出来,叫什么招费 就是做工作的时候啦,就不可以杀人资,拖拖拖拖 事实啦,是要做这个程序的,等于我们讲那个JPS而已嘛 叫什么地铁卖广告,哪个来卖,当天来卖广告的哪个公司 哪个代理人,哪个做董事,哪个是股东 拿他们出来照费咯,警方都没肯做,做了一箱子博帽不肯做 到现在都没公布啊,这堂东西真是,到现在都这么简单的事情 刚才你提到那个,提到香港呢,于品开旗下那个,我不怕是南海,都钉了牌 它是地产公司来过,也是钉了牌的了 它钉很久了,它四十不碰啦,你的世界很古怪的,专修捏仔的 你说你琴七打八,带几扩鞋回去,拆拆哈上去,那不行了 你醒目的话就行,一早收皮咯,就说,我们就行咯 我回到中国找完笨拆我就走了,我找什么笨拆你知不知,你普通人上不了《人民日报》的嘛 普通人上不了中央电视台的嘛,更加上不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嘛,我上了岛嘛 花出了水就赚了,港股费,中央抬几钱一分钟你知不知,这些就是我们回去找笨拆了 我告诉你,我会找到你国家笨拆了,那我给钱找笨拆了,知不知 我就回来赚你钱,找你那些真金白银嘛,我找到我在国家的名望嘛 真的,几十年前回去做农业工作,有多多国人先,没有停,我和汇丰大班一起做嘛,在中国 是一代传奇的,那个国家,做到那些都没意思了,所以做人在争裁实料嘛 你不争裁实料,没有人用的,真金白银红楼火,我爱我中华,我是中华民族的儿女 我没想到国家笨蛋了嘛,你帮忙自己申请笨蛋了嘛,现在中国有份行的 做三件事而已,中台友好签份合约,中台没签过的,还是支持状态的台长 等于南北朝鲜都没签合约的,知不知道,还是支持状态的 是啊,那你签犯合约,下一代处理,九段线,原来以前那些混蛋了,现在找到发股出来 那天下太平了,到我又朝一日,我真是很强项的时间,拿够了菲律宾越南啊,日本、韩国拿到啦 现在全世界的历史是讲拳头大的嘛,拳头当然不大 但是你做得到拳头大都不肯去欺人呢,那你就千秋万世了,你欺到人不肯应该欺的嘛 比如几千万个乔胞在海外,你真是扮战狼,乔胞就是扑街,被人放火,你上车被人打 你不要用脑子外交部,你这个乌家产王毅,你这个乌家产正乞衣来的 整个国家对外形象就是这帮乌家产搞出来的嘛 是啊,我不敢吵,没人吵在香港,不就只有乌家罪啊,是不是? 独吵着要吵的嘛,吵吵怎么行?吵你没那么怕吵你吗?死一世不死半世,大佬 我不敢吵你,我不敢吵你告我的嘛,那么煞我没敢吵,我都赚吵了嘛,对不对? 但是你不敢不说真话,我作为群众,根据你共产党党章 群众有需要批判你共产党的党员,批判你共产党的市政监察你的 现在你觉得你做得不对,令到人民生活在恐惧之中嘛 你说没有啊,如果没有恐惧的,为什么那么多人移民走啊香港 不能刚刚台长讲事实啦,你问谁是不是恐惧才走先 你整条急怀,吵你了,不要做教育局长那样子 扮你了,扮你了,没有以前不像的,现在更像的,扮你了,扮你了,没过再欲年了 扮你了,扮江青的女性,扮他老母走出来,阿姨也纱 扮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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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子无她,扮你了,死没了,扮你了 何zinho那个国家,扮你了,什么人呢,为了子女读书,要搞移民 刚才才是台长 你那个地狱中对香港要做民情调查嘛,为什么他那么多人移民啊 我说那些年轻人都不生不死,为那些年轻人的前途就走 你在香港住港做情报,那些人有没有讲真话给中国听 你想想你中年版,港国版,你做什么工作,不需要讲真话 为什么有人移民,很多人都为下一代走的,现在教育搞了 台长是不是事实,最后一个人说的是不是事实 你这样湿糕你了,不要在社会和议员搞什么东西先 他们现在签过名就走的了 那些议员签过名就走,签过名就散水了,议员就 你开黑板睡,你不要在我们给钱,大哥当然有权你了 你那些粮我出给你,你那些立法会废物,为什么我们出的嘛 我不想你去吊谁啊,是不是,我不想射那些傢伙的 还想我去吊这些傢伙的啦 你要讲真话的 除了刚才你说的那个人移民之外 就是中国威马汽车厂的老板呢 现在是说穿了草了,去了你那边,去了美国 那他回不回去呢,你猜 他们很怪的嘛,反而完美,就想想想想想是头尾的 你不知道中国的那些国防吗,最能力的嘛 那头马亚打到美帝主义那头就吊你了,就是投靠美国的嘛 那这些你就扎先生的责任啦,你怎样管治天下呢 那当然啦,他走了去了,就不用给口供啦 就希望不用牵连这么多人啦 他自己早就走了一支啦 那你中央政府,你是有能力去追索的嘛 我相信中央政府有步骤追的 他走到哪儿了,是国家钱来的嘛 虽远必住,你走不了的 是啊你走不了的,他真的要脱迹嘛 走不了的,你一直个个打 向美国政府说 比如我追的这些人,我们回来收到切两份啦 你不要强彩点人,我是不是要当你呢 是不是 是 是,好了,房西,后面这里列出来了 屯门,满明山及河民田,这个浩田业主 租财仔call loan,即还200万两球,或者家案息10厘,这个是财仔的 现在你开始看到香港的银猪盘会增加,还有银行是否迟些都会call loan呢? 就是这班业主,财仔call loan是正常的 因为为什么呢?你过楼市一想,有出事的话,在银行先的嘛 奥索了层楼,是银行收钱先的,财仔做儿子,我觉得对啊台长 但是大局来说,这些影响是很轻微的 为什么呢?香港现在有楼的人是有了的了 也都十几年来,那些息口这么便宜,也都供免了的 炒楼的,很少人入市炒楼的,这10年8年,是不是? 真的炒得起的,不是普通人 好像早三两年前有人炒那个李嘉诚那个交易中心 那个中环中心,那就损了手咯,但那些人都输得起的嘛 就是他们输得起的,就是赚少了钱的,扭回出来而已 但你最重要的,你中央政府是要稳定大局的 不是说你靠这种什么东西,班分啊,夜桑啊,怎样 定得到大局,不是的 不是说我搞些体育政会啊,重演巴闭啊,出来大楼大股啊 歌舞升平啊,不是的 世事求是香港各位置,所以要扩大哪方面 反正利用到香港的优秀位置呢,是回到新的香港 因为香港人有经验啦,有组织能力啦,有信用啦,有灵活啦 还有那个法制比较健康的 这些法律大家香港人不肯熟啦,哪里走位哪里做得,哪里不做得 我说左隙隙右隙隙的嘛,你买层楼而已,你香港很快的 你在大陆买层楼都很慢的嘛,交易程序是刚刚的 这就是香港的长处啦 那当然啦,你找个这样的人团地,绿无波,人都会瘋啦,是不是啊 这个财政司是拿去打败的嘛,他有什么资格做财政司的 他都含脚言去阻定啊,不是说笑啊,真的不是说笑啊 你不想啦,团地坡,我跟你去茶来喝茶,一人带五百元 有什么不茶呢,我多了五千元的那袋,你不用用本钱了 你行不行,你老母,你团地坡,当然不行啦 我吃不饭,在喝茶,我拿去筷子,我刚刚用过卖了 收五千元都不赢了,他可以吗,他在这浪费 他们没够这帮的,世界最能力的财经专家 是可以无中生有的,那是高手,美国很多高手 他卖过概念嘛,可以集资,刚刚台长说吹水嘛 你还要买一亿几千万,是不是很厉害 你还要想中国人才吗 你学东西去心点,你不要在那里吹水 真的,你做财经那些,你读了诗多,没用的嘛 起床起得早,死人写得好,不肯帮有钱老啦 但是现在的局面虽然有减纳呢,现在很多地产公司 就是中介公司在吵啊 我两年前叫它减纳啦,费炎时代 减约经济是早做定的,不是说见火够火的 见火够火已经迟的啦 你看我现在最惨的不加产 见火找火水够火嘛,那里大铃铃嘛 如果香港一早减纳,市顶住的话 中国的地产没垮得这么快 因为中国国内的地产黄衰呢,是香港有影响的,知道吗 嗯 他们哪里懂得搞的 你香港减纳,顶着市两年前,跟着中资机构 叫那些投行在香港的 喂,你扮鬼扮妈,你派那些亲属 回到中国有些楼市,认一两间 和他做了楼会,低息贷款,那就顶着了 你香港的产不懂得救火的嘛,是不是 你哪里懂得救啊 所以就说他们没人用咯 在政治上做任何的战略呢,要抢先的,下棋 你都被人杀了,将军说怎么都没站了 你都没人家的,是不是 一叫将军已经没人站了,走一趟了 我觉得对啊,队长 打到下架,九张落地啊,你不打了 你怎么输死你啊 他们现在整手好牌打到这样嘛 习近平什么都不做呢,就行的了,习先生说给你听了 他每天都搬着厕所,你别人不懂得拖屎 你就别在那里就扑街了 但是博士,现在那个局势呢 如果美国继续加息再加上去 你香港的楼市又继续低沉的话 其实真的有可能楼市真的会大塌的哦 不会,可以告诉你听 很多没有欠钱的 香港的楼市 不同以前,已经没什么炒家的 没有欠钱不一起住啊,摆什么摆一条帽啊 是不是 你就有欠钱才摆市的嘛 因为银行奥厂你拍卖,就留那些财业本多就倒市了 但是它影响了地价 反而在地价里大领落 那些大地产商不敢出去投地嘛 这个才大影响 我看不见远景啊,你都没有过政策 所以如果说中台和平 撤退了九段线 香港特赦那些政治犯 为什么那些事就立刻弹起了 你立刻找一个强人出去做总理全权代表 习先生就做太上皇 叫上对手叫什么叫鸡好个 叫骨 重新整个整套牌出街 都几个强项 现在要找韩正做国家主席 很简单 韩正做国家主席 请高手出来做总理 懂经济的 那就碰了 你香港请盛利康 做香港发展部的总顾问 你不要叫人吃蛋撻 你都行啊 你怎么有办法 人生舞台呢 你怎么选人做一台戏的嘛 我觉得对不对啊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你要改变你的作风 要交代你做生意的人 真是与成代人 就不要吵你了 不要偷偷摆骗 你一定什么政策都没有用 人家光顺你一次都不肯吵你了 人家不肯出声而已 那就损失你自己了 承讯很重要的 你一个国家对外 很承讯的 做不承讯都不知道就做不承讯了 手机你搞什么承讯 14纳米里面7纳米 脆水不抹嘴 你当人傻的吗 你制造那些笑话被人耻笑 中国人都没面子 是不是 你实事求是很重要 都是邓小平的理论 我们国家的致命上来 如果你不实际 就没得好的 没得好的 好 第二个话题 最后一个了 这个教授雷鼎明就说 现在跟美国的情况不知道怎么样 联系汇率应该有plan b 那什么plan b 是联系汇率 是吧 跟人仔惯吵吵 跟俄罗斯路铺惯吵吵 不就会挂哪个国家 你不要吵他很久了 做经济学者 我七年前挑战过这个狼样的 我说你来九龙喝茶十点钟 一人袋一百元一袋 喝完茶一点钟 回来在茶楼计数 看谁赚多少钱 没人找个律师跟着你 看你怎样拿过一百元来赚钱 输死他 怎么我中加州局 都抹得到钱 他做经济学者 你不要跟我含着 用他阻定 不是大口气 真的 我在这方面 我是可以很喘的 当年恒生那些 旧楼不能做 旺杰你记得 台长你做过银行 五十年楼不能做 是我搞出来的 我跟汇丰你怎么说 我说你能够的 的士你都敢看 大爷仔夹钱 不敢去虚荣买新楼 给四成首期做六成 慢慢供 我小孩供在那儿 大了 他换新楼 你不就多个客人 他想一想 又是 我说你这么怕不用怕 如果你照我方法做了 旧楼回来 他拼包 你卖给我就行了 你卖给我就行了 我打口吊 那些堂楼是两个人的 楼上网火足的 知道吗 是啊 因为它一二三四层地铺 都是占了一个share的嘛 那地铺最贵的嘛 火足你什么share分 那些富贵啊 那些旧楼 我说你这么多单重建生意做 白眼巴掌做啊 又会封街头做了二手旧楼 旺杰我搞出来的 嗯 跟着就有个帮人做了 那你的的士屌 你怎么放在街上 撞来撞去都敢做 他家爺仔买一层楼 为什么不做什么笨子呢 我这么怕 怎么有些货不能供给我 让你拼包这些旧楼 对吧台长 我们叫买一粒重水险 买保险对吧 重建在县松公司陪 是吧 最帮的地铺了 如果火足凉了就 他的业权少嘛 跟楼上一样嘛 是不是 一重建拍卖 照平均单分最帮的地铺 是不是 这个巧妙的 我多年还过瘾 没什么不懂的 有些旧楼不肯交吉的 有租客的 我签了合同 我住手肯定卖给人 卖给我自己的公司 就交易 交吉的 交吉的 我不是借一多先 我不用拿钱出来买 但是我老闆借给我盖银行 他是知道的 康叔 我这样搞的 我支持你 我屌你了 你这些合法冲撞 不要撞我就可以了 你用客人公司 你打算 你打算 他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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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他上身的嘛 他批给我都 对不对 虽然他是银行老板 刁架嘛 上人错人嘛 我说行了 不肯会脱底 第一桶金我就赚回来咯 不交吉的楼 当交吉卖出去 交吉成二百万的嘛 他收三四千元租 你一百万 但是我都不肯这么做 我交吉的了 为什么你那时候这么多招 我没有招 怎么会有今天这么安乐啊 有件事不肯交吉 我就不是学习什么记 新的地产去误人的 不肯新的股货仔的 你知道我怎么收到楼呢 交吉 我拿了一间吉房租给两个小孩练晨打的 晚上开谈不肯都搬自己 骗到租下半半两次 你这神打不肯会犯法 你标童啊 你这种轿啊 你走不走啊 你那些小孩在那儿 你一人找到自己搬自己 慢慢开谈你走不走先 你这种颠路 我有这种招的 这个是事实啊 我给捉人的 我服了你啊 因为那时候我们也做案件的 我真的想不到这些招 你后来说 那时候真的二手楼我们不做的 是呀不做的 但我假如听听听 应该做先 假如小孩不会不担工的嘛 那小孩大了 他要换楼了 买一层旁 买一间新楼 你不就多单生意做了 对不对 对不对 他说那些人 稳固 不喜欢贪慕虚荣 不会说买一层新楼 我买一层旁 我供得起嘛 对不对 就是我叫汇丰楼做的 我在香港改了几个法例的 有一宗连政公署法例呢 是他们那个高官接到我 大家要想办 他就立刻召过去 我那晚整晚了 想一条法例 后来通过的 现在才讲吧 几十年前的事 我年轻都很想办 我就找神打收楼 你都扶了我 你走不走 你和我生活住 你都要走 有老婆妻女 你不要慢慢联神打 你想想你走不走 可以抬座花 哈哈哈哈哈哈 好了 我们讲回刚才那个联系回来的问题 如果真的挂欧人民币 那香港会变成怎样呢 或者不用港币 全部变成人民币 那香港会怎样呢 那如果人民币 至于一段时间的 港币就升水了 没事的 到底将来在海外 有人信不信你呢 那是另外一个游戏来的 那个下集 初初有一股虚火的 起码我拿着港币就升了水了 你保持至于现在的汇率 兑换的 你升了水了 但最怕一样是什么呢 美国再弄一招 矛招给你 挫你一下 那你返车 不就倒闭了 是吧 你玩财技呢 你一定要认输的 在世界上 我们根据不公开的统计 在这几年呢 中国输很多钱 那些商家 赌什么也输 赌石也输 赌金也输 但是数完整你的牌 那大庄看着你 你会开字花 你两个哪一盘大 杀哪一盘大 杀哪一盘 死他们 你买哪一盘 他一手未到那系统 中国 你在香港看个会 你什么时候看到头一阵的水牌先 你看不看到 你一手的买卖盘 你看不看到香港 很多人没有那个系统 香港兵那么强顾 都未忍得到那个系统 交易 香港兵都要挂碎肯的嘛 我说得对 我说得对 台长 你这么容易去玩 那个金融的俱乐部 只有五个人玩而已 我当的 有什么傻傻的 他们 是吧 有些国家 在我会市场自己做完装 台长你怎么倒啊 你不记得中上输到扑街了 手奥者 输百九几亿了 中上输了 蕭平志杰都要下台了 他们不知道世界厉害 以为有两个臭钱 不要让人扮大款 声声口臭 没有买几个飞机 不要不跌 不要下来跌 他很厉害 就是这样子 是不是 不谦虚的 刚才你说的制裁 最新的情况 是美国可能对那个晶片 其中是晶片 是多少号啊 既然看 4090 4090 这些晶片 如果我听回来 就是玩游戏卡 但是为什么这个制裁 会对香港 都可能受影响 他不让你交收 什么都不让你入口 连转口都不给 而且他不就是香港 连其他世界很多国家 原本准入口都不准 怕你转卖给中国 但是不死得的 很多怒诉的 但是当然是绑住你手脚 你犯不了围 是很惨的 你敢不敢下单单 去这个国家订货 才明知你被人制裁 那个是心理上的力 不是实际的力 中国你制裁他一样做 我告诉你 中国有人才的 他虚拟精怪 他都会做得到 但是你没有人敢下单嘛 刚刚说台长 你弄了出来 一拿出市场 不知道到时候 到时候 算不算报街 没有仇报的嘛 我为什么要买你的东西 世界没有其他东西 所以他影响他那些电业公司的 还有电子产品也有影响的 我当然不想买你了 我当然要买你了 我当然要买你了 是吧 是心理上的问题 中国这么大舞台这么多边境 这么多国家 很精怪 左脚又搞到 买了一堆东西回来做 你但做中文人敢买你的嘛 是不是 那里很惨的嘛 所以他们是以和为贵的 总之归根结底 中国人在这个时空 21世纪 一定要打起和气生财这个招牌 和为贵 不认得对 就算你赢到人呢 都不许赢的 留下一些路给人走 你走着什么路 你整个南海太平洋是你 你走着了 你不用走 这个中央领导人 有名叫什么南中国海 南中国海一定是中国的 那印度洋是印度的 整个印度 你在这浪费气 是不是 是不是 不肯公道的 真的 我们要很理性 看着 中国人呢 不会输的 会辛苦 会辛苦 那就放长对眼 有些人眼睛滚滚 不用不动 现在唯有这样 是吧 董建卫现在是 董建卫我当年亲身落袖奏够他 我告诉你 不是说笑 真的 我也通知朋友 明天我会行发 揍这个人家 不要死 让他眼睛滚滚全身不动 他在上场破坏了整个香港的司法制度 你一份自己的武功 几惨 没那么恶狗 是吧 是吧 跟着梁振英 这些人家 我又咒够他的眼睛滚滚全身 都在排阻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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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阻 我们回去第三节 这一节我们一定是和教授博士讲讲这个佛学 我有疑问的 我们以前也讲过佛教徒对于性的看法 但是我们还没讲到一件事比较另类的就是 如果有同性戀向的这样 那在佛化的角度 这件事对还是不对 还是没有一个立场呢 首先讲一个规矩 除非出家人 如果是黄门的话 就不可以入戒团受戒 黄门呢 就等于这个阴阳人了 阴阳人 我规矩他没有说他错不错 总之呢 就你是不是黄门 阴阳人 不可以入仇山谈大戒 那你又为什么呢 是我们很忠诚的 第一你知道男女的性别出世 是男追女女追男 这样呢 因为男人喜欢女人 比如他那个神色 他想投胎 他是想做男人的 但很奇怪的 他颠倒了 他的心想做男人 但他畜生他身体变了女人的 因为他的心是喜欢男人的 但他想享受这个性爱快乐呢 他就变了一个女生 所以他变了一个女生 所以他变了一个女生 所以变了一个女生怀孕呢 就是女生外向的 知不知道 他享受那种忍辱的快乐 就是说呢 好了到他颠倒了之后 在那个宇宙呢 有些错体的 就是邮票也有错体一样 他一错体呢 变了就不三不四了 变了不清楚 出来的时候呢 他变了一个男人上 但是他心呢 就是想做女人 那过了一届的时间呢 他变了他不喜欢男人 女人不喜欢男人 好了另外一类呢 就错看错到很古怪的 现在呢 我们在 这些不是很公开的调查的 但是如果你熟那些医学的人去调查呢 在近代 因为有些 有些人 令到有些女孩子呢 她三两岁的时候呢 她半夜 她妈妈照她去洗澡呢 她半夜呢 她在那个女人的阴朵那里呢 走到折折出来的 知不知道 那些古代呢叫五更鸡 有些呢 就两个器官的 男女都有的 你都听过啦 是不是 是是 很古怪的 所以变了有些女人呢 她整个型格好像男人婆那样的 但是现在很多五更鸡 所以变了有些女同性戀 她遇到个五更鸡呢 她就不认识男朋友了 她又搞她自己的快乐的 是很女的 男人都是 是 那这种呢 我们是有一种是同情的 因为属于病态的一种 嗯 即是违反了个宇宙的自然法则 自然法则呢 就是一男一女 男就男女就女 那就是社会迷和諧 谁不知不是她想的 在宇宙里有个错配 她一胎的时候出了问题 但是很不幸呢 就是说现在这个世界呢 是没有人懂得她怎么抖正她的观念 没有啊 好了 加上你那个性教育呢 现在香港教育性教育呢 是不完整的喔 不完整的 真的没有人教的 因为她将个男女的生理结构呢 为什么会出现叉错呢 原来就是一入胎的时候叉错 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些问题呢 就 你可以有方法慢慢纠正自己 有方法纠正自己 是这么简单的 所以我们的佛门不反对 这个都是一个病态来的 但是我们逢出家人是不收的 你查回佛经就看到了 在那些略报 有些寿山头大的就问你的 因为如果你搞了一些不男不女的人 入个佛门呢 那那个佛门就不清静了 对不对 是很大件的嘛 有两个疑问的 其一就是这个和她那个业 就是前世的业有没有关系 第二样东西呢 就是你现在在外国 特别是美国 现在就不知道了 就是生出来 我是男人 我转性 我由男人变女人 女人变男人 那这个 她本身在我心理上是病态来的 嗯 是病态来的 实际就是病态来的 但没有人承认自己是病态的嘛 如果我去了这一类的人时间呢 我为了保持自己的专业 为了保持我的社会地位 最好是争取合法化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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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老病 那正好是病态 而不太多人遮医 谢谢 不是 кому死治患之外 她争取医 或仅确实际上面 很可能他强烈了 谁 extra retained 我只要影响自己将来的发展,后来我就慢慢教了他们的方法 我怎样教他们呢?我们找一个佛经或者一些图案 有些佛经的护法,那些天使美女,很漂亮的天女 我们找一个,你又收一盘法,慢慢幻想自己就是这个天女那么漂亮的 有身材有成,那你有空就会扮回自己女人的声音 后来都过了关了,都帮了她的,是我亲身经历的,这个是二十多三十年前的事 这个是事实,她是用个贯赏力,要用个念力去扭曲自己的 当然你不肯做的,有方法就帮不到,有些人觉得这件事是正常的 他们反而觉得这件事才是正常的 他们觉得没有什么需要,觉得自己要改变 这个世界很怪的,就因为共产党说不够你香港人独立 他都说他威脸是正常的,是不是? 如果去到这样的田地,你就不应该理他了,是他的命运来的 整个社会不是很大何处的,但我扰乱了那个宇宙的法则而已 搞得到自己,搞得到人不人鬼不鬼 那就是你不做个正常的人,是不是? 很少人追过那些同线链的女人,不是那么多人追到的 这个也是个心目学问来的,是不是? 你有没有说那些朋友哪个追过同线链的那些女人? 有啊,我都懂些,但是他不知道他是,很麻烦 但是我想刚才问的就是,这个跟他前世的业有没有关系呢? 应该有,但是通常他都是在那个入胎那里搞错的,搞错的 在入胎那里搞错的,呃,补充一样 曾经有个F性的家庭大户人家,我媳妇有个女士是嫁给第二个公子的 大户人家,他怎么会照出来呢?是女人,那个女儿,那个胎是女儿 他如果我不生孩子,就更加被他们的家族排斥嘛 有一年我师叔经过香港,他就有人介绍他见我师叔在那里哭,很可怜 他差不多,那些姐妹以为他嫁了个大家族,很有钱啦 那就打完穿完,他打完穿都没有现金的 那就拿一张卡,就去跟那些姐妹买衣服 不卡,就退回,不拿衣服,就换回现金才有钱打完穿的嘛 好了,那我师叔经过这么可怜,那就教他收一符法 到他将近山的时候,再研变了男子 这个不是我功夫,是我师叔的功夫 就是说你在未到七个月之前,还有机会变的,知道吗 因为男女那个组合呢,那个分子,是差一个半个而已 我认识看了,知道吗,变成了的,所以都挺神秘的 挺神秘的,有一件这样的真事香港 所以那个后来那个女士就很多谢我师叔 帮她过关,生了我儿子嘛 但是这种这么厉害的法,是不是法术呢 还是什么呢,是怎样做法的 是一个比较微细的法术来的 所以说,佛经有几载,当年有个王子就在某种环境之后 没有了一对脚,佛祖教他放上十二年 射脚生了出来 等于现在你的动物,家里那些蛇蛇,那些盐蛇 你斩了一条尾去生的嘛,我们批了忽育刀去生的嘛 我们人体有再生的功能,但你不知道怎么用那种力 对吧,我们有一个奏述更厉害,你没了牙呢 我现在连络了日本仔的,因为日本仔说它的降细胞可以做到生牙 但只不过生牙出来控制不了,变成大小和你没了脚不同的位置 那就不成功了,现在我刚刚早几个星期 我叫加拿大指引给封信用日本仔的大学 我老师想和你们合作 看有效果如何,人体有再生功能的,但你不知道怎么控制的嘛 如果你控制到,很厉害的,那个神不妥,我就再生一次咯 好神奇咯,头发也有一生咯,三千加也有一生咯,是不是? 你怎样控制那个力呢?这个是神秘的学物来的,非常神秘的 是有的,我可以说是有存在的 你记不记得以前拿渣三太子在封城邦斩开了手 我记不记得了,那个莲藕,什么武魂罗渣嘛 他伤不万副伤肉,是不是?是不是? 莲藕播放都可以的嘛,是不是?你别当神话 是有这个功能的,但是不容易的,这个是好心好的 大家都是当一些比较好冷漫的学问听 做到的,做到的,是做到的,我在下面做到的 但是我们做就说没那么厉害,譬如有些人可以经落室了 要那些膝头肝要做手术,我都帮了几个不用做膝头肝的手术 不用做膝头肝的手术,不用开刀,只是跟他通回咯 因为有些人现在,他要做那个什么?人做膝头肝?要伤整个膝头肝 不是啊,你做了几年之后呢,你要再做的 你通回,他生骨胶园,那你就没事咯,做到的 因为现在世间有很多新的医药呢,是拿那些海底动物去做的 是做你这些膝头肝出来很漂亮的,十几年前已经有的了 是做到的,做到的,现在做到的,所以大家就是多一点知识咯 你知道人体那个潜能很厉害的,真的很厉害的 你很简单的,一粒精子一粒两支拍卖,整个人都会变出来咯 你拿他的力再重新重新重新变多一次咯,哪里不够就再变回去咯 我没有将再变几条出来咯,对不对? 现在都做了,现在都做了很多这些什么出来咯 最生傲人做就是泰国,大家都知道泰国做变性人咯 但是最难的是什么呢?就是女人变男人,就是女人变男人在泰国那里难 那个首席医生我认识他的,泰国那个,很厉害的,我上次去扶导社开会 他这个就是我们泰国高手了,女人变男人,我这么厉害? 女人变男人,就变一条喳喳出来的嘛,那就很厉害了 有个高手啊,我认识这个人啊,你们有女人想变,变得好 对嘛,今天到此为止了,多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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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兴啦 我世界这么不开心,大家听点正能量点,找多两个钱 多些技术,孝顺父母,敬爱妻子,娶回来不是吵架 娶回来,吵架就无财运了,女人千万别拼嘴 跟女人吵架,她一定要生气,是她最后的,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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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很古怪的,你跟女人吵架,她一定要生气那句的 你不在,你一直吵,你永远不停,这个没得解的,那个生理学的问题 多谢大家下个礼拜,我们再继续读,好的,拜拜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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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